屏东的淹水最严重的临边跟加东 特别是在加通曾经还淹到两层楼这么高 现在呢许许多多的乡亲在白天的时候打扫家园 但是家里还是不能够住 晚上就必须住在这个收容中心里面 好在这个安置中心呢 虽然空间狭小 但是看到许许多多的乡亲放宽心 那么终于呢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而另外志工们呢 每一天都去找到不同的需要关怀的个案来伸出援手 像是在枪园村 志工就发现了这位70多岁的独居阿嬷 还帮他把家里的乌泥清得干干净净 积水退去后 淤泥渐渐凝固干涸 志工想要产起他们 得花上更多的力气 有的志工索性双手并用 将泥块挖起来 要被阿嬷的家里 经过志工连续几天的打扫后 总算恢复干净 一个人独居的他 指着墙壁上的水痕 想起当时的情景 阿嬷人难掩惊恐 淹水的那几天 阿嬷只能到顶楼等邻居送便当 又想起儿子的工厂全都泡汤了 这一切对阿嬷来说 就像是噩梦一样 人平安安 还躺就有了 最重要 现在要躺 真快躺 没事 一只草一顶楼 慈激志工引用谚语 一只草 一点鹿 安慰阿嬷天无绝人之路 因为有众人爱的陪伴 早日恢复从前的家园 指日可待 大爱新闻 朱文角 林秋雨 屏東报道